好的 来我们看下个小题 下图是一个算法的流程图 对吧 那么输出的S值是多少 那么这道题目比较诡异的地方在于就是 我们平时可能遇到的这种判断条件呢 是什么 是这个N满足什么条件 那么比如说N大1等于3或者N小1等于5 对吧 这样就跳出循环 现在他问的这个条件是关于S的值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你写个N写一个S 然后让它不断去进行循环 然后算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当跳出这个循环的时候 这个S是多少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来我们看下就是 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这种东西 那么一个E打一个箭头到S 或者这个E打一个箭头到N 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 对吧 N加1打个箭头到N 和S加上二分之方打个箭头到S 那么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其实和我们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是S等于N等于1 然后S等于S加上二分之方 然后N等于N加1 那么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地方就是去做一个负值 就是给这个地方设置一个初始的值 对吧 一开始S等于N等于1 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去不断地 不断地进行计算 比如说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用这个原来的N的值去算新的N的值 那么这个N经过这一步计算以后 将会变成这个新的值 对吧 OK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是写个N写个S就可以了 一开始N等于1 S等于1 对吧 那么到了这一步呢 S等于S加上二分之方 也就是1加上二分之方 变成1加 那么很显然1加不可能大 等于33对吧 就跑这边来 N变成N变成2 那么再跑这边的话 就是变成1加上二 加上二的平方就加4 那么这时候呢 很显然它也没有33要大 所以就变成3 那么再算就是1加2加4再加8 这个等于1加 这个是15 比33还要小 对吧 那么N又变成4 那么这样我们加呢 是1加2加4加8加16 这个时候等于加 这时候等于31 比33要小 所以出不去 对吧 所以还要往后面加 就是5 那么1加2加4加8加16 再加32 这个时候呢 是31加32就是63 63很显然比33要大 所以就跳出循环 输出S 那么就结束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地方和我们刚刚那条题目是不是完全一样 就是把它快速的列举 然后找到跳出循环的领接位置 如果这条题目变一种问法 问这个地方跳 就是满足条件的时候这个输出 S输出的N等于多少 如果把这个输出S变成输出N 那么等于多少 这个地方应该输出的是我们的什么 5吧 对不对 输出是5 OK 那么这条题还可以换一个题目呢 对答案就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继续想一想 换什么题目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这个和这个换个位置 这两个怎么换位置 那么这两个换位置 你会发现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不妨就算一算我们的答案啊 好的 我们来看后面的题目啊 这个题 我们来小试牛刀一下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高考的主流呢 很多时候还是考这种循环结构 这种数列的求和题 对吧 但是还是要小心这样一种题目 就是因为近几年也有很多省份考了 就是不知道后面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省份页 考这种题目 就是他不问你这个输出结果 他很多时候给你四个选项 对吧 然后问这个算法 它到底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也就是说你是否看懂这个算法 来拿个简单的吧 我们还没上高考题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算法实现了什么功能 嗯 实现什么功能 我们输入三个数ABC 然后取了一个这样的MIN 大家都明白这个MIN代表的意思 应该是最小 对吧 MIN还是等于A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第一个选择判断框 对吧 判断这个是否成立 然后呢 再判断这个是否成立 然后判断两次以后呢 再输 应该是输出 这种答错 应该输出 再输出这个MIN 对吧 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地方 它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嗯 这是这套题目 我觉得出的不太好的地方 在于什么 就是这个MIN很显然 给了大家一些提示啊 就你基本上明白 这个MIN这个英文名称的话 那么你就能判断出 这个算法 其实在做的一个功能 叫做算ABC三个数的最小值 对吧 那么如果它想出的难一点的话 可能把这个MIN 换另外一个任意的字母 比如说换一个T 也就是T等于A 然后呢 输出这个T 对吧 那么你能否判断出 这个地方 它就是要算的是 ABC三个数的最小值呢 当然现在这个算法 可能算的是最小值 还有可能哪天 要你去设计个算法 或者给你个算法 算什么 算最大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 它为什么实现的是 算最小值 一开始你给MIN 负的值是A 对吧 那我们拿这个B 和这个MIN去比较 那么现在我们的MIN是等于A 所以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这一步是拿B和A比较 对吧 这B和A去比较 那么B和A比较的话 如果成立呢 我们就这个MIN等于B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很关键 你想 原来MIN等于A 现在MIN等于B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MIN的值给替换了 对吧 也就是把原来的A换成了B 那么相应的进行到下面的时候 也就是说 由这个结构到这个结构的时候 如果一开始走的是这条道路 那么跑到下面这个地方 MIN等于B M应该就等于B 而不是A了 因为换掉了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不成立呢 也就是说走下面就要到 那么MIN等于几 MIN还是等于A 但是你想 如果这个地方不成立的话 意味着B会大于等于A 对吧 那么你其实会发现 这个选择结果 它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 它实现的功能是 把这个AB两个数当中 最小的那个往下放 想想 它实现的功能是 把AB两个数当中 最小的那个往下放 对吧 或者说两个数当中 比较小的那个往下放 对不对 那么你把比较小的往下放了以后 这个量呢 再和C来比较 然后经过一个和上面 完全相同的条件判断结构 那么相应的 它实现什么功能 上面下来一个AB当中 比较小的 这个比较小的 再和C去比较的话 它所实现的功能是 这个比较小的数和这个C 两者去做比较 它们中间 小的那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功能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经过这样的一个算法以后呢 我们就挑出了 ABC三个数当中 最小的那一个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一糊涂画条 把我们这个地方算法改一改 就可以得到 求什么 ABC三个数当中 最大的那一个 那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 OK 所以就是你如果能看到 这种算法的话 比如说可以处理到 这样的屏幕 给你个这样的算法结构图 对吧 然后输入 197 那么OK 输出答案多少 你是不是得看懂 这个算法所实现的功能 对吧 就是A197当中 最小那个应该是7吧 所以这双输入197的话 这个输出的就是几 就是我们的7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要看明白 这些算法 它所代表的含义 来这个 这个也是有点难的 但是这是属于 可能相对比较偏的 就是问大家 这个执行了多少次循环 包括我们这地方 第二个 问这个输出的结果是多少 那么其实两者之间 是会有相互影响的 对吧 你想 你这个如果执行的循环次数 算错的话 这个输出结果就基本上已经贵了 对吧 那么这方面多少次循环怎么算呢 它会有两个量 一个是I 一个是SUM 对吧 那么就不断的说 这个地方是否满足这个条件 满足跳出循环 不满足 再回去进行循环 那我们就写一个I 写一个SUM 一开始I是等于R的 那么SUM呢 等于0 那么先处理这个 先处理这个的话是0加上I 也就是0加2 也就变成R 再处理这个的话 I变得几 R加也就是4 对吧 那么4的话很想怎么 不可能跳出循环 要回去 对吧 由于这个地方 I要到达一个很大的数 所以我们这方很想怎么 很想去写一个 去写一个这样的省略号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想 就是 你做跳出循环的时候 一定是I等100的时候 跳出循环 对吧 那么我们说 I等100的时候 跳出循环的话 SUM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把后面的道题 也做一下 对吧 2时候是0 4的时候是R 那么相应的6的时候呢 就几 就是R加上4 对吧 就是0加2 R加4 那么相应的 如果这个I等于8呢 SUM就是R加4加6 对不对 那么所以你希望可以预料到这个地方怎么样 就是如果I等于100的话 是R加4加6 B加1加10一次至6 加到100前面那个偶数 98 因为这个地方8是R加4加6 6呢是2加4 4呢是R R是0 对吧 就是加到这个前面那个偶数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 它进行了多少次循环呢 怎么算 就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容易算错 比如说我相信会有可能会这样算的 就是你看这个i从2变到了100 对吧 那么2 4 6 8 10 1到100 应该它表示的是我们100以内的所有数 对吧 正的正的正的 0不算 100以内的所有数 从1到100对吧 所有数 那么我们总共是100个数 偶数数和基础数数完全一样的 所以对方就是50个 对吧 所以很可能说 50个数的话就呢 就肯定就是50次循环了 但是对方你稍微的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两个点 就是你做这种判断多少次循环的题目呢 你可以考虑两个点 一个点呢是进入的时候 一个呢是出来的时候 对吧 来 你第一次进入的时候这几啊 是R 对吧 最开始的时候 那么你最后一次进入的时候 I等于行呢 注意啊 这个R是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这个100是最后一次结束的时候 你不能拿这个结束的数去和这个开始的数 去算总的次数 因为你这方参考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这个地方应该是按照同一个地点来去考虑 比如说你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是R 那么最后一次进入的数是多少呢 最后一次进入的数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结束的数来去倒推 结束的时候 I是等于100的 那么进入的时候就是什么 I是98 对吧 所以你这张算次数应该是从R到98 有多少个数 R4 六八十 一到98 就做好数 就相当于2乘1 2乘1 2乘2 2乘3 一直到2乘49 那么就是1 2 一直到49 答案多少 答案49个 或者你可以考虑结束的时候 最后一次结束是100 对吧 第一次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R进去 那么R加2呢 就是4 那么第一次结束是4 对吧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4 6 8 10 一到100 有多少个数 就是R乘2 R乘3 然后R乘50 也就是R到50 有多少个数 对吧 有多少个 50点2加1 也就是49 所以这方还是49次循环 对吧 所以这张答案应该选B 不选A 我相信会有很多同学选A 就是没有选对我们这个什么 参考点 好 第二个 说输出的结果多少 就是这个结果吧 就加在一起 那么这方用一个简单的等差 数列求和公式就可以了 就是R加上98 然后乘以什么 乘以像数 注意啊 这方像数49下 除以2 那么R加98就是100 100除以2是50 49乘以50呢 就多少 就是R450 所以答案选C 那么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朋友 很容易算一个答案多少 2550 不知道有朋友算这个答案 反正是有很多很多 OK 好 所以这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咱们这个题 好 这样屏幕就属于可能难度会偏高一点 就是他不问这个输出结果 问这个算法当中某一步应该填什么 那么你需要根据他的结果 或者这个问题 对吧 他说要求这个题 然后去判断说这方应该填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I从E开始 对吧 S从0开始 然后呢不断这样下来 那么肯定最开始都会很大的通过 对吧 那么到这一方面就什么呢 就是 0加上1的平方 然后呢 0加3就是3 对吧 那么再过来的话就是 1平方加3平方 那么编入减 变成 这方变成4 写错了 4 那么就4的平方 那么这就这 就是7 对吧 那么再过来的话就是 他再加上I的平方 这时候I等于7 就是1平方加4平方 再加7平方 OK 所以 我们最后这个地方 他要求的是这个 那么要求这个的话 其实就在意就是 你肯定求出输出的S 就这个值 你要求的输出的S 是不是就这个值 对吧 也就是说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我们这个地方是 1平方加4平方 加7平方 一直加到100的平方 对吧 那么也就是我们经过 这样一步 就是最后每一次啊 最后每一次的话 经过这样一步运算呢 应该已经达到这个值了 所以你最后给S 加上去的应该是100的平方 对吧 所以最后每一次的循环 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I等100 I等100的话 跑到这就变成103了 所以这个地方 103是最后过来 你要跳出循环 对吧 你要跳出循环 那么相应的 这个地方不可以是哪一个呢 不可以是哪一个 你会发现 这四个好像都可以 为什么 无论是A1B C1B哪一个的话 你把103带过去呢 怎么样 这个103小100 肯定是不成立的 103小101也不成立 103小102也不成立 103小103也不成立 对吧 所以都会跳出循环 然后输出这个S的值 对不对 A是个难道没有选项吗 大家注意 做这种题目呢 很多时候 你不值 或者不仅仅你考虑 最后一步 你还要考虑 它的前一步 什么意思 你想 你最后把100加上去了 对吧 也就意味着当这个I等于100过来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通过的 如果100都通不过的话 这个地方你没法加到100 所以这地方是100能过去 103过不去 那么A B C D四个选项 哪个选项 它是不能让100过去 显然是A选项 对吧 如果这地方你写一个I小100 那不用说加到100平方了 你只能加到97的平方 因为你这个地方当这个100过来的时候呢 100小100不成立 会往下走 不会往那边走 对吧 但是对于这个B C D来说都是可以的 100小101 100小102 100小103 是不是都是完全OK 对吧 所以你不但要考虑我们的最后一次 你还要考虑什么 倒数第二次 所以大家应该选一个A 这个题目还是比那种单纯的输出结果计算体要 复杂一点吧 就它的一个难不在于说你要去计算 对吧 因为这个已经摆在这了 不要计算这个结果 而是说要去分析说 中间地方少了一个东西 那么它应该是怎样的呢 所以会考察一个负上的一个难度 好的 我们来看咱们这个题 A还是一个什么 是我们的输出结果一致 然后中间这一步呢 要你去填的一个题目 但是如果执行右边的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乘以框图 如果输出S的值是16 那么在乘以框当中判断框应该体现什么条件 我们会有一个I会有一个S 对吧 I一开始是1 S一开始也是1 那么相应的经过这一步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了R 对吧 1加1 那么I也变成R 那么你要到达最后的目标16很显然 这个一开始是不用去管的 对吧 那我们再来往后面算啊 来肯定是不断的走则 对吧 然后跑过来呢 就是1加1加什么 加上一个R 那么这个I变成3 那么就是1加1加上R 再加上3 那么I变成4 1加1加上R 再加3 那么再加4 I变成5 对吧 那么1加1加2加上3 再加4 再加5 I变成了6 那么这个时候变成几啊 这个地方是16 好 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 就是已经到达我们输出S的值 对吧 注意啊 这方你要想 和16一起过来的是谁啊 和16一起过来的是6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6往这里面带呢 是满足条件的 对吧 6往里面带是满足条件 但是你这方我们刚才提醒过了 就是你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6往里面带满足条件 但是5往里面带 应该是不满足条件的 对吧 就是你不单要考虑最后一步 你还要考虑它的前一步 当然我们这道题 没有就设那么多的难关啊 就大家会发现 ABC的事情还是很好判断的 6带去满足条件 哪一个 就只有A 对吧 就只有A是满足的 因为无论是BCB哪一个 你把6往里面带呢 它都不满足条件 所以你还要去再加6 这个时候已经超过我们的16了 对吧 所以大家选A 但是这方给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个选项是这个 有选项是I大1等于5 那么你选不选 如果有选项是I大1等于5的话 你选不选 选不选 就很选这方不应该选吧 如果这个填的是I大1等于5的话 那么当这个I等于5过来的时候呢 已经跳出循环了 因为5大1等于5是成立的 对不对 所以就不会 最后结果是16 OK吗 好 所以注意啊 好 我们来看咱们最后教题 最后教题呢 还是颇有难度的 大家好好来做一做 这道题还真的是颇有难度的 它执行这个程序方图 如果输出I的值是4 那么问输入度X的取值范围是多少呢 来我们来看 就是一开始I等于0 对吧 还有X 那么一开始X就是X 那么经过这一步运算以后呢 我们这个X的值变成什么 变成3X-2了 对吧 那么I呢就变成1了 那么这一方就是最后注意啊 它输出的I的值是4 那么很显然现在还没到4 我们不妨把这个到4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X都算一下 对吧 就先不管这个 先不管这个 那么I等一时候对应的是X 3X-2 对吧 那么再过来呢 会怎么 会这个变成3倍的3X-2 也就是9X 3X-2再减2 也就是9X-8 这时候I变成2 对吧 那么再过去过来的话 就是3倍的9X-8 再减2 等于什么 等于27X-26 I变成了3 对吧 注意啊 注意啊 这个地方3还是没有跳出去啊 还怎么 还要再回去 对吧 再回去的话就是3倍的 27X-26 再减2 等于多少 81X-80 I点成了4 OK 现在关键来了 就是4我们要跳出去 对吧 好 4要跳出去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4 I等于4跑过来的时候 我们X是这个值 它要满足条件是 这个地方比它要大 对吧 也就是81X-80 大于82 那么这样的话 它才会跳出我们这个循环 然后I等于4 那么你可以解这个不准是 得到我们X怎么样呢 非常简单 81X大于162 X大于2 对吧 然后这边可能觉得特别的高兴 这么复杂的道题 那么很快就搞定了 但是各位同学你们想了想 如果X大于2的话 这个地方X意味着可以很大很大 X如果很大很大的话 这个地方会出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如果一开始X等于100 这不算以后什么 300-298 298很显然比82要大 所以你还会去后面循环循环算 到I等于4吗 你会在I等于1就跳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觉得 除了要满足在最后一步 它跳出循环 这个怎么办 这个要大于82以外 还要满了什么条件 那么你在最后一步跳出循环 那个基础是我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就是这三个地方 我都没有跳出去 我都没有跳出去的话 满足条件是 这个三个数都比谁要小 都比82要小 也就是说 你除了有这个不等式以外 你还要有什么 你还要有的是 3X-2 小1等于82 对吧 9X-8 小1等于82 对不对 然后27X-26 小1等于82 你是不是还需要有这三个不等式 对吧 然后你再去求解这三个 加这一个求解这四个不等式 然后去交集 那么会得到这个地方最后答案解 可以由这个地方求出 X小1等于4 然后这个地方求什么 这个就很大了 X小1等于10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4X小1等于84 那么X就小1等于28 那么三则取交集 就是最后答案什么 2到4 那么其中4是 A B区间 2是开区间 好的 那么咱们这一节课呢 讲这个地方 各位同学 咱们下节课 再见